一齊出席我們物業管理和清潔保安 這個關於政府抗疫基金的發放的情況 我首先講解一下 其實林鄭立手在早前公佈了 就是說所有的政府外判工 都會跟隨之前民政事務局抗疫基金的方式 每人有一千元的補貼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局方或者處方 告訴我們究竟林鄭立手要怎麼發放 用什麼發放方式 有什麼條件才會發放給那些清潔和保安的重業員 所以我們早前也去訊過不同的處和局 也去訊過給司長 都追他們希望我們能夠盡快有個措施或者方法出來 但是到現在來說 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沒有收到任何一個資訊和訊息 還有第二件想說的就是關於現在 整個政府外判裏面的抓數 就是我們做完的服務費 所以他們給錢給我們 其實他們這個流程是很長的 普遍都差不多有50天到60天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這個情況裡面 就是要求政府去加快整個情況 那等一下我們會分別 由我們媒體管理潘生 他會講解一下一些關於抓數的情況 安排和相關的事情 亦都講一講保安 或者我先講清潔的情況 首先我先講清潔的情況 首先就是說 現在如果政府外判清潔工 應該大概有66000個總業員 早前這個特首就說 在這個CSI上就有70萬個口罩 就會分發給我們前線的清潔工 分發到現在 斷斷續續的分發 他們都派下來的情況 不是很足夠的 但是剛剛在上個星期 我們收到一個處方 防火處做了一個通知 就說在接下來4月 就會不給我們一個口罩 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我們覺得很驚訝 因為原本特首和政府 看出我們前線從業員的 需求和需要和釜放 去發放CSI給我們 突然間又說不去給 這個我們都問過處方 處方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回覆我們的 再加上 因為現在基本上 在整個補貼那裏 那一千元的情況是怎樣用 是怎樣去發放 亦都沒有一個明顯的安排 那好像現在民政局 民政總署那邊 那個私人管理公司 那個抗疫基金的發放 其實已經去到批錢 有些管理公司已經可以收到票了 那也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方法 和做法出來了 那為什麼大家 政府部門 其他的局和處 會連一個訊息 一個條文都出不來呢 那這個我們覺得是 很氣憤的 那希望今天能夠在這裏 一起 兩個議員幫忙 就希望一定要政府 盡快有一個方案 和一個方式出來 還有呢 盡快和我們對話 讓我們明白到 和配合到他的需求 從而去 令到我們前線的從業員 得到最快的支援 和得到他的援助 第二件事就是 關於這個 給錢的問題 就是每月我們的服務費 那在我們的行業呢 清潔行 普遍政府外賣 應該每個月有兩億元的服務費 那現在普遍呢 都由四十五天到六十天 找到的 那也都令到我們的資金鏈 其實來說是很艱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去所有物資已經上升了 比如口罩也都去到幾十倍的 那個升幅 漂白水 防護衣 由十元八元一件 去到二百多元一件 那這些全部都是開銷來的 那我們也要繼續出錢給那些員工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情況 可能現在 在政府部門也好 在私人企業也好 都有home office 那整個運作流程是拖慢了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 有兩個情況下 希望政府盡快有個應變 和和我們去對黑 那我以下呢 我們交給我們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主席 潘建林先生 講講他們管理的情況 好嗎 各位記者大家好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 有九成的外判公共房屋的管理 對向我們協會會員 超過二百萬人 所以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管理和這個政府 和大眾都是息息相關 我回應 那我回應 因為喬治人 他所講的那兩點 那我就很簡單地這樣說 第一點就是 在說著 找數出糧 其實來說 大家都明白 管理公司 先支付了清潔保安每個月的人工 然後才跟政府拿回錢 那這個時間呢 在合約來說 沒錯 就是大概是五十一天內 政府就要找數 而我們呢 就要七天內 根據這個勞工條例 就要找清潔保安 那就是中間來說 大概有成 接近兩個月呢 管理公司要電支住 這個在合約上 沒錯是寫明的 但是寫明是五十一天內 政府是可以快些的 無疑我們跟這個房屋處 也反映過 那麼他們來說 都已經黃恩大赦 就好了 我和你搞吧 那盡量是貼近 這個合約 因為 為什麼呢 以往來說 真是很辛酸地說給大家聽 擲三個月四個月 是很平常 在過往來說 因為政府官員 home office 或者他覺得你有些文件 三上三落 為了幾毫子彈來彈去 這樣 是無形間 就會令到你的資金鏈 要擲三四個月 經過和房屋處幾番 談過之後 現在已經回復合約精神 即是說他們跟合約精神 是兩個月 甚至現在呢 說準備可以提早 但是只見樓梯響 即是都未見動的 那麼 我現在 我們想反映的就是 其實現在 銀行已經是 收緊了信貸 所以有很多管理公司 它根本是沒有辦法借錢去電資 這兩個月 所以我們希望呢 就是房屋處可以跟 政府 政府 其他公務 的看齊 就是呢 可以 借著錢 給那些管理公司 那個形式呢 就很簡單的 現在做工程 大項目 那些都是的 是借著兩個% 給那個承辦商 是說合約的兩個% 而上限呢 可以借三千萬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希望狠請呢 就是房屋處呢 可以呢 是 可憐一下我們 管理公司 都可以呢 得到這一樣 可以呢 是到過這個難關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講緊 關於派口罩 那麼 特首呢 曾經在 兩個月前呢 在電視 各幾月前 在電視都講過 是定時 定期 這樣派七十萬個口罩 給我們的清潔員工 那麼我都在這裡呢 都很奇怪 為什麼只是清潔員工 一會兒 何啟明 會講 難道保安 保安不是在前線呢 保障 講緊 非技術員工 是兩類人 兩種 我們 在前線 為我們拼搏的人 一個就是清潔 一個就是保安 那麼 特首呢 就是說清潔 七十萬的口罩 那麼 好了 那麼 派了個多月之後呢 就我們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呢 沒有理由的 不知道什麼理由 就是說呢 口罩 派給清潔員工呢 只是派到這個月月底 至於什麼時候再會派呢 另行通告 在這段期間 麻煩你們管理公司 繼續要供應 口罩給清潔員工 否則 你是違反了勞工條例 是很容易呢 是誤入險境 你自己要小心啊 雨帶呢 恐嚇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大家都知道啦 我們的口罩多貴 我們 貴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都要解釋給我們聽 為什麼會沒有 所以來說呢 我希望 在這裡 政府聽得到 最後一件事呢 就是關於 一千元 又是特首說的了 究竟怎樣給到清潔和保安呢 在政府部門 是沒有人敢掌握 大家你眼看我眼 食環看康民 康民看房署 房署 看產業署 大家究竟怎樣移動 結果沒有人動 究竟 究竟 什麼時候才能派到清潔和保安員 他們有看電視的 他們看到 究竟 什麼時候 才有呢 現在似乎還沒有定案 所以我希望兩位立法會議員 都可以幫幫我們 好 我的講話就這麼多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我是火業商會主席 何啟文 其實在最近政府的防疫 舊市方案裏 我們保安界是有 幾多方面的不公道的 首先就講一講 就是那個 一千元的發放 一千元發放 剛才 召集人 因為喬先生 潘先生 都有講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指引 現在究竟怎樣去申請 各個部門都各自為證 我們怎樣去申請到給員工呢 每一日呢 員工都在問公司 我們可以怎樣去 拿到這千元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保安界來講 第二就是 保安界 其實我們是有發牌制度的 現在從業員有三十萬個 其實每一個都是註冊的發牌人 其實最簡單的方案 不需要經過任何那麼多部門 只需要經過發牌機構 根據他們 拿那個證書 那個發牌的證書 就可以申請一千元 這是最簡單方便 快捷的方法 不需要那麼多 程序 可以加快了我們前線員工 得到這千元的資助 因為 低收入人士 其實在近這幾個月 大家買口罩 醫護用品 都是花了很多錢 這個很希望政府 真的可以考慮我們這個方案 另外就是 我們員工 在個別的工作地點 政府的物業 他們說會派發口罩給我們員工 給其他清潔工 但是保安界是沒有的 很荒謬的就是 大家同一個地方工作 例如 譬如我們在一個博物館工作 有清潔員工去工作 清潔員工有口罩牌 保安員工沒有口罩牌 這是什麼的道理呢 其實這是很荒謬 我們還要在最前線接觸 譬如有人訪問 去訪客的時候 需要問我們 哪裏走去哪裏展館 哪裏需要去洗手間 這些地方 我們要做指引 有詢問的地方 要接待 但是為什麼我們最前線的人 都沒有 一個 怎麼可以有兩制呢 其實現在在這個安排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不公道 所以我們很希望 政府去考慮 第一 一千元的派發 跟回它的發牌機制去做 就已經解決了 所有行政上的時間 和流程 第二 就是 我們很希望政府 考慮派發口罩 給我們的員工 給我們前線的保安員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抓數問題 剛才各個主席都有提到 保安界來說 也是抓數問題 在政府承辦商來說 我們都收到很多的求助 在上個月 我們也發過一次的新聞記者會 那時候是超過120天的數期 發完記者會之後 現在還有60至90天的數期 很多都還沒有清爪 其實每一間公司 是不是有這麼多的資金 可以支付去頂呢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很希望政府 加快流程 其實 正常很多的政府合約 和我們保安的合約 大家都有 大概21天至30天的數期 是在合約上寫了 不過很多承辦商不敢出聲 不想得罪政府 不想得罪部門 所以 就算超過30天 都不會有任何的投訴 但是到今時今日 剛才都提及過 銀行都開始 將那些信貸 大家持續 因為怕有些公司給不到錢 收不回 那麼政府為什麼不可以 跟回它自己應有的承諾 走回30天的找數期 而不用公司 在60天、90天裡面 到處找資金去幫助 出糧 不要犯法 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是 相信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我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好 好,你先說吧 好,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市民 我相信大家都 剛才都聽到 就是三個協會的代表 已經說了 物館清潔保安 現在面對的問題 我們知道 物館清潔保安的員工 其實在香港的人數 真的非常之多 在抗疫期間 他們是守在最前線 服務幾百萬的市民 亦都是在抗疫上 他們是最辛勞的一群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清潔人員和保安人員 其實都是非常之重要 我們也都三番四次 向政府反映 就是清潔人員和業界的訴求 政府和特首 他們都說了很多次 就說一定要關顧 前線的清潔員工 和保安員工 也都承諾 會為他們提供這個口罩 所以當我們聽到 清潔物館和保安業界 向我們反映 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我們覺得是非以所思 因為在這個困難的時刻 其實政府一定要和 整個大眾社會都是共渡時間 但是因為政府裏面的一些運作和制度的問題 令到他們的經營更加困難 現在也令到他們前線的員工 面對沒有口罩的問題 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雜無旁大必須要去認真處理 其實這段時間 上個月和今個月 我們都三番四次聯絡政府部門 可惜都是追一追 踢一踢就走少少 踢一踢就走少少 所以今天的訴求其實十分清晰 我們背景也寫了 就是盡快落實這些防疫措施 以及也要盡快結束 今天幾個協會都提出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口罩的問題 政府承諾每個月 派70萬個口罩給清潔的員工 但是上次都遺留了保安的員工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加上前線保安員 我們也不明白為什麼承諾了 突然間又會收到信 就說去到今個月底供應 接著下個月又沒有了 這個就是面對很大的問題 之前香港服務同盟 其實和我都長期聯絡 我們都是幫大家一起努力 去全球首扣採購這個口罩 但是後來因為政府就說 每個月會有70萬個供應 所以其實他們就停了採購 因為政府會供應 就不用在這一方面 去跟別人搶高個價 但是你突然間通知別人沒有 其實買都買不及了 不是有錢就買到 你是有錢都買不到 況且你這個預算 也都是別人本身沒有的 初頭是未有疫情之前 是200多元一箱口罩 現在是200多元一盒 就算你現在便宜也要100多元一盒口罩 這個預算原本根本也沒有 加上你突然間告訴別人 下個月就沒有口罩 買都買不及 怎樣供應得到呢 我想問如果前線公司 採購不了買不到 然後供應不到給前線的員工 政府又會怎樣做呢 這是你的承諾 每個月有70萬個口罩 是應該要做到的 怎麼可以說停就停呢 你停了 你也要給大家一個理由解釋 你不可以走出來跟大眾市民說 我們很照顧清潔員工 前線保安員工 我們每個月有口罩 然後原來突然間又停了 又不向大眾解釋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找數的問題 前一陣子就說 因為家居工作 所以就拖數 拖幾個月數 我們再追一追 大家一起努力去追 又找了一兩個月數 但現在其實仍然都是 差不多兩個月才找到數 但我們見到其他政府部門 好像工程那邊 都明白業界的艱難 因為大家都知道銀行 在收借貸 也都收借 有些工程已經有預知 剛才他們也有說 整個項目的費用的百分之二 即2% 上限三千萬 但其實如果是做到預知的話 就應該整個政府 都向他們的合約供應商 都提供同樣的方便和支援 就沒理由只是一點有一點沒有 為什麼工程又有 物館清潔保安都沒有呢 我們覺得這件事 其實政府都應該一視同仁 因為業界同樣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就算未可以做到預知的話 你都應該準時三十日找數 你現在這樣拖著人家 有些小的公司 其實怎樣頂得到這段時間呢 如果資金周轉一出現困難的時候 如果要結業的 就直接影響了我們前線的防疫和清潔工作 這個是一個整條鏈的問題 是可以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覺得 政府那個協調工作做得不好 信息亦都混亂 以及亦都不可以用home office 來做一個藉口 是不找數給人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這一幾方面 都盡快可以檢討和再一個回應 我將這個時間交給阿創勝議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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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其實今天香港服務同盟 是和19個接近20個他們的屬會 一起參與 我們其實看到一個問題 是幾方面的 第一方面 就是政府在處理和業界的溝通上面 是應該更積極有為的 你看到剛才所有業界的朋友提出的問題 確實是他們現在每天都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 真的要改善他們的溝通方法 就不要只是理想 沒有他們的意見 第二就是期望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 就不要再離地 剛才業界的朋友都說了 為何清潔有保安帽 其實當制定這個CSI口罩 提供給他們的時候 這個概念 政府應該是一時同樣去看的 但很可惜今天回來 就是清潔有保安帽 其實在制定每一個政策中 政府應該是更加 和不同持份者的溝通 第三個就是一處多冊的問題 剛才都說了 為何工程有預知 物管沒有預知 我單舉個例 以房屋處為例 按道理工程可以有工程費預知 為何物管沒有呢 和這個例子 配在其他政府部門裏面 都一樣的 所以我期望政府在這方面 都應該是一貫一貫的政策做得到 另外一點我還想提 就是我舉個例子 我就用一個有五千伙 的一個公屋盤為例 他每一個月 他的保安、清潔、物管的從業員 他是要約300萬左右 如果剛才聽業界的朋友說 他們的電資合約精神 大約是一個月到兩個月的話 而按合約遲了 他們又沒有辦法去發聲的話 其實基本上 一個中型的屋邨五千伙 他們已經三百萬了 加起來大家會想到 他們業界的財政緊缺情況 是非常之大的 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也和很多業界的朋友談 現在業界面對著 是沒有辦法 很有效去拿到電資 他是要面對它按鈕 再借 但確實現在銀行收遮關係 至乎到信貸機構的問題 真心說這件事 是令到他們八上加根的 我們很簡單的 希望政府在處理抗疫的過程中 就不只是得特首 得司長的承諾 今天也突顯看到 儘管司長好 特首好 有任何承諾 落到下面局處的執行 都是非常之有很大的落差的 剛才他們說到抗疫防疫基金裡面 是給我們一些清潔工 保安員的一些人工 或者給一些津貼 1000元 但是很坦白 作為房屋處的 到今天為止 都還未定到 給多少 如何給 怎樣拿 怎樣申請 原來我們考察的原因 原來抗疫防疫基金提出那裡 是屬於私人的物業 就是IO或者私人盤 那裡是由民政事務局去溝通的 這個也說了一個政策 是沒有辦法全面貫通 令到我們的從業員受惠 各位傳媒朋友 很老實 你看到現在業界的從業員 是超過幾百萬的 如果我們連這一班 為我們走到最前線的從業員 保安、清潔、物館 我們都不能夠顧及到他們的實際情況的話 我很難相信 怎樣能夠更有效 去做到齊心抗疫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促請特區政府 相關的政策局 麻煩你主動走出來 去跟業界溝通 麻煩你早些解決 現在這些先電後負的程序 是否可以簡化呢? 是否可以提供一個更便捷的方法 讓他們不用在那裡捱呢? 第三點呢 我們都想說 就是很希望 很希望 就是透過特區政府 再想想怎樣去支援他們 在今日記者會之後 我們會繼續跟我們這班業界 會走不同的政府部門 包括局 包括處 我們期望 我們這一班的從業員 或者我們業界的朋友 剛才EQ跟我說的 70到80萬的從業員 是真的能夠得到 在防疫抗疫之下 一個實際受惠的 好嗎? 好 麻煩你 李慧琴議員 首先 很多謝今日業界的朋友 和郭佩帆議員 以至是柯創政議員 今天安排這個記招 總體來說 大家看到 香港已經進入一個 抗疫的另一個階段 昨天單日有25個人確診 我們一定要盡一切的方法 避免社區爆發 所以我在此 速請特區政府 第一 盡快發放口罩 給保安和清潔業界 因為他們其實是 站在抗疫的最前線 每天是接觸大量的市民 也都和我們在清潔上把關 如果連口罩供應 都沒有辦法保證的話 那其實怎樣叫 這班前線的員工 可以放心 和我們打這場仗呢? 大家不要看小 這個 這個 現在那個疫情 那個 潛在的風險 事實上呢 昨天的 25宗的確診個案 是給了一個很大的警號 我們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 還有不同的朋友 是從海外回到香港 那現在他們那個 需要接受隔離的 那我也都在這裡呼籲 就算之前是 未需要接受隔離的 在海外回來的人士 其實都應該考慮 自行在家居隔離 或者在一個合適的地方隔離 避免呢 是社區是爆發的 第二呢 我剛才都跟業界談過 總體來說呢 去到今天呢 政府其實都沒有主要的官員 是跟他們直接溝通 解決業界 包括是 清潔業界 以至到是保安業界的 一些前線的問題 那麼多溝通就少誤會 其實 一定要去 跟業界保持溝通的 特別現在是一個 是抗疫的聯防戰 在前線的業界和員工呢 我們真的要直接聽取他的意見 那所以呢 我敦促政府 和負責的官員 以至處 是立即跟業界溝通 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我補充這兩點 好 謝謝李議員 好 那我們是不是都發問時間 好 好 看看大家 全部的朋友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請問問 明天方面 之前會是上到月 都有派口罩的 什麼時候停 什麼時候告訴你 會不會停 剛剛上個星期五 我們就收到 火柱一個通知 說會派到今個月尾 另外呢 就是要求我們 每一份合約 都要買定 三個月的全量的口罩 所以變成了 其實這個通知 和整個通告 其實都挺驚訝的 令到我們 整個行業都有點振奮 為什麼會這樣去做呢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所以 何況現在 這個應該請教授 是家產了 增了量 為什麼會突然間 有這樣的措施呢 沒有 沒有解釋 沒有跟你們接觸 都沒有 都沒有 聽到這個消息 我就真的非常之 都生氣的 我都震怒的 因為政府真的走出來說的 是會保障我們前線的清潔員工的 我們還在爭取 希望加上保安員工在裡面的時候 突然之間 就說停了供應口罩 接著就要業界自己 要保證一定可以供應到 三個月的口罩 但是你買都買不及的 你現在通知別人 下個月沒有 沒有啊 是不是 你政府自己全球採購 都說這麼困難 為什麼它會認為 業界自己去採購 就會快得到政府 又可以即時說 說買就買到呢 還要這麼大量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很令人廢解 也都我覺得 無法接受的一個情況 還有它也沒有 跟業界去談過 就這樣給你一封信 就通知你 我覺得這個是很離譜 沒有啊 我覺得是不能接受 更加沒有了解業界 有沒有足夠的口罩 是啊 如果你突然間停 你如果業界沒有口罩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叫前線人員赤駁上陣呢 這樣處理法呢 不能接受 還有補充呢 就是 它在結尾那裡 還要 它不是恐嚇 直接就告訴你 如果你們管理公司 是沒有口罩的話 你犯了勞工條例 你是會背上這個刑責的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突然間 將政策這樣一改 而將肩膊一線 就是你管理公司的事 所以來說 這件事 令到管理公司 現在其實 我們每個月 報數給有關的政府部門 都是以日計的 它經常都問你 你有多少口罩 我們說 從二月份的時候 說是月美 我們找到些了 現在三月 我們只知道是三月中 三月中再找到些了 一路我們都是靠 找一些貴的口罩 現在的口罩三元叫便宜 五元 六元 就合理 你想想 一個清潔或者保安 一個口罩 是最基本的 那麼如果政府 將這個責任 射給我們 它不是給了 它只是給了部分 但是特首就很慷慨地 告訴全世界 它是做了這件事 但是現在是沒有 沒有任務 告訴全世界 那我們就是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給個少許數字 其實七十萬 我們有六萬六千個 政府外判的清潔工 其實都不夠一個禮拜已經是完 因為有些是日夜耕 可能有機會會跨時的人 那麼其實它七十萬 只不過是夠我們 整個外判工的一個禮拜 那麼其他都是靠我們自己 在外面去安排 和去採購 其實總體來說 我多次都請政府 要公開去說明 因為接下來 事實上那個 社區爆發的前進風險 是大的 口罩供應 是要未與沉默 那麼究竟現在政府 在口罩供應上 特別應對有可能面對的 第二波 我叫社區爆發的可能性 口罩供應方面 究竟它的存量 以至它對於特別有需要的人士 以至特別有需要的行業 是否能夠保證 我亦都再次促請政府 要公開說明 和和相關的行業去談 政府是有責任 要盡一切辦法 是要令到前線的同事 前線的工友 以至是有需要的人士 也不需要再去擔心口罩的問題 關於口罩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一月的時候 已經跟政府說 香港將會面對口罩供應不足的問題 一月的時候大家都記得 當然當時可能很多人覺得 我小提大做 但是今天大家看看 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持久戰 之前我們還可以說 全球去採購口罩 今天各國面對疫症的問題 其實自己都封關 接下來全球採購這條路 可能都行不通 我們可能就是要靠回內地 和香港本地生產 但是政府看來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詳盡的計劃 如何保證我們有需要的人士 全部都有口罩 我們有需要的說 醫護當然第一 清潔保安的前線 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著我們說學校 兒童口罩 安路縣社 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口罩 有一定穩定供應的一些機構 政府最少應該有一個數目 有一個數目就是 這些機構每個月需要多少的口罩 接著他們 如果你叫他們自己去買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一千間學校自己去買 所有安路縣自己去買 所有清潔公司自己去買 政府是做什麼的呢 政府不去協調 不去統一採購 又不去保證每一個市民都有 今天市民都還在撲口罩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 完全是 我覺得真的是卸博的行為 其他的地方都做得到限購 穩定供應 保證每個市民每個星期買到多少口罩 為什麽只在香港做不到呢 我覺得政府現在 不要想著疫情就會過 接下來我們還是持久線 就算之前是做不到 現在都不代表不可以 望洋保勞 繼續現在去想去做 都還可以做得到的 就算我們現在多了本地生產 4月我們多了一些本地生產投入服務 政府是打算有沒有跟這些公司談 去採購買多少口罩 保證供應給前線的人員呢 我們也聽不到政府的計劃是怎樣 政府是必要 口罩這些現在都是戰略性防疫物資 政府必須要有一個交代給我們 好 如果沒有就 張牧 張牧 請問一下 政府多數的當年 有沒有說是多少間公司受益家 服事受益家的員工有多少 是來過兩個月還沒有出糧 沒有人出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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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整個大行業 是一定是醫治勞工法去出糧 其實現在我們剛才大概統計過了 清潔 保安 管理 加上一個叫做GPA 政府會的泰國署那邊是管理和清潔保安的 每個月我們的外判服務費大約8億了 8億每個月 現在普遍45天到60天的抓數期 你可以計算到整個來回數的情況 是吧 所以變成為什麼 剛才潘吉林先生都說 希望政府能夠一個預付 給我們先的原因 因為你想想 8億的服務費 我們是要出糧 如果現在整個政府外判 我想10萬的外判工都應該有的 所以變成可能不止 因為我們清潔到6萬6萬 我想十幾萬 即十幾萬的外判工 變成說 他們也要生活 也要顧及自己的家庭 如果令到他們安穩安心的話 我相信他們會更加做好自己的崗位 守護好我們的社區 是吧 這個就是整個情況 不過其實這個情況 我相信是過往業界都在面對著的 不過面對當前的疫情 其實對他們來說 雪上加上 因為其實出現了 就是說一處多賊 有些處可以的工程費 就是寫明可以有預支 幾多百分子 上限3千萬 作為物管的 包括保安清潔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不可以這麼人性化 為他們去處理呢 另外第二個 政府部門一定是說 基於合約精神 一兩個月拖數 就在合約上面寫明的了 但是現在關鍵點就是 是不是可以縮短你的行政程序 活有最好只有更好 雖然你寫明一兩個月拖 但是可以再早一點給他們 大家實際擺在暫時 就是有些公司 可能被拖的數 是達到三到四個月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就是在政府的話 真的要和業界多些溝通 而我們下面的保安清潔的同事 現在就面對著業窩上的螞蟻 口罩又沒有 又擔心抗疫防疫基金那一千元 又不知道申不申請到 但是隨著那個家居隔離的訴訟 越來越多了 究竟政府怎樣全面去評估呢 我覺得這個是有責任 是要盡快啟動他們的跨部門協助 另外盡快和業界作出一個交來 和一個跟進的 剛才我講到 有些貿易本理的公司 可能收入資金方面有困難 有沒有收到大約受影響的公司有多少 或者潘先生你講一講 我或者這樣講 過往來講 一般貿易本理公司 它都是會電資著一至兩個月的營運費的 那為什麼過往可以 現在有困難呢 因為現在來講 銀行已經是收緊信貸 根本上你是借不到錢的 那政府就算它說可以快 但是它只是能夠踢一腳 動一步 它快了一月 二月一樣是HOME OFFICE HOME OFFICE是為什麼呢 就是在家裡工作 但是我們了解到 有很多是不可以在家裡工作的 有很多是要回到政府部門的電腦裡做的 而且我們去拿這些管理費 是要經過很繁複 是要經一個主任 一個經理 跟著一個高級經理的簽署 這三個人都是HOME OFFICE的 大家要記住 如果他們不回寫字樓是做不到的 好 政府部門說 我會叫他們回去做的了 是不是個個都這麼乖 只要一個卡住 整條鏈都躺在那裡 它說最後會遞給這個財務科 財務科上班都沒有用的 因為你全部都未遞上去 還未算 它會說中間有一些問題 你的保安員去照鏡 清潔照鏡 照得不好 扔給你 一下子就大作扔給你 你又要回去做過 這樣就越積越多 根本政府 現在都不知道管理公司的水深可以去到哪裏 我當然不願意見到 亦不希望見到 真的有一間管理公司 因此而倒閉 暫時沒有 每間管理公司都很有良心 自己用盡方法去出了糧 給自己的清潔保安師 但是政府仍然在這裡坐慢班 他還好像很開心地告訴你 我跟你快了 快了一個月 我們出糧是天公地道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實行一件事 剛才各位立法會員都說了 就是借Advanced Payment 就是預先繳付 給一些管理公司渡過難關 你告訴我 現在究竟有多少是這樣擲住的 全部都擲住的 因為它合約精神 但是現在全香港的銀行 都會收緊信貸 你要知道銀行現在還怕任何人 怕你有沒有錢還 所以它不會立戀信貸給你的 所以現在唯一可以救到管理公司的 就是政府 其實政府和各個公司簽的合約 寫到明是何時要結帳的 多數就是那個月就是那個月結帳 但是一般來說 不成文都有一兩個月的數期擲住人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問題 HOME OFFICE還多了兩個月 人家怎麼周轉呢 其實跟上合約精神 政府尤其不要大石窄死蟹 不要因為自己大 欺負一些公司 就想著他們就不敢出聲 不敢出聲 怕得罪你 以後沒有生意做 所以大石窄死蟹 就不給別人 政府就說跟各行各業共渡時間 但是這些行業現在是最需要政府共渡時間的時候 政府還抽人後腿 這個是不要得的行為 所以應該跟合約 你最少都應該要即個月結帳 即時結帳的 如果你不跟合約的話 其實你是違反合約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現在業界最希望的就是 除了結帳之外 就是做到的余資 最後呢 剛剛當然這個是 政府未出來講 又有消息指 本港再新增 10宗初步行程 這個都很厲害 繼昨天25宗 如果今天10宗 正如我剛才這樣講 COSA 現在香港已經進入一個社區 爆發期的危險階段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保護我們前線的同事 特別是從事保安和清潔 其實他們每天都真的接觸很多的人 那清潔的朋友就更加幫我們 是站在最前線上 一有疫症 大家看看 沒有清潔的朋友 怎樣有清潔的社區 怎樣有清潔的環境 所以為這些行業提供口罩 確保前線同事的安全 是政府的責任 是刻不容緣的了 已經 那麼我要求政府 要立即跟他們去溝通聯絡 確保我們前線的同事 是有足夠的防疫物資 可能不止口罩 如果多了確診個案 防護衣 消毒劑 這是一個大事 不是一個小事 我們同事要開工 他們已經一定有擔心 如果連足夠的防護衣都做不到 那麼我們的清潔社區 怎樣能夠保證呢 所以希望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那一千元也要儘快 儘快有個方案 對 要快些方案 給大家開心 因為前線的員工 其實我也收到的 清潔姐姐都會來問我 什麼時候有得派 是否真的有 我又沒有 因為完全細節都沒有 我們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那麼你沒理由說了 拖了 人家都在派其他行業 那為什麼只是清潔 還未派呢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如果沒有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